Rail聊世紀 天地的貴心 大家好 我是Rail 今天來看波波人對上波蘭人 正常比賽是天地的阿拉伯地圖 好 先來介紹一下 藍方選者的文明是波波人 波波人的文明特色是 村民的移動速度會稍微快一點點 波波人他的駱駝弓兵 也是可以克制馬弓的特殊單位 波波人的馬就有八折優惠 所以波波人打騎兵配上駱駝弓兵 是最佳的選擇 波波人的駱駝還可以點下 波波人的銀罐科技 可以增加金罐科技 可以增加駱駝的威脅血量 所以整體波波人的路線打起來 打馬國是最適合的 打馬公國也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波蘭人 波蘭人最大的特殊是 他的大莊園旁邊灑下農田 可以立即獲得8%的肉量採集 而且波蘭人挖石頭可以獲得黃金 所以波蘭人打起來 總共挖黃金的數量 也會比對手多一點點 所以波蘭人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的經濟文明 波蘭人他後期的大落馬 還有這個踐踏效果 可以獲得擴散傷害的能力 而且他的貴族特權 其實只要30黃金 在各種情況下來看 波蘭人是一個很強大的文明 但是他大莊園的關係 讓他防守來說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為你沒有辦法像一般的文明一樣 灑在旁邊的TC 這個農田的部分 所以一開始守農田 對於波蘭人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那波蘭人本身呢 他的有弩子環 也有步兵三甲還有三弓 所以他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攻兵步兵起兵都能出的文明 而且後期也有火炮可以使用 整體玩起來 波蘭人算是一個不弱的文明 但是在實戰中來說 是一個非常難營運上去的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打法 這邊看到波蘭人 這邊介紹一下 這位應該是米亥喔 哈哈 這個在我們頻道中要講米亥喔 應該會比較多人知道 他是加入FOX戰隊了嗎 好像是喔 他名字變成FOX了 那這位選手的藍方是 HERA 這個熟知的世界冠軍 大家喜愛的這個HERA 那他這次選到波蘭人 那其實我對波蘭人也是有一點想法 以前大概一兩年前 在天梯爬份的時候 大概爬到1500左右的時候 都是用波蘭人 不是用波蘭人 那波蘭人呢 他的特性真的是非常適合 遇到馬國的話 無情爆駱駝就搞定了 現在第一分段的時候呢 大部分的玩家只會爆馬 打工兵都不太行 就算他打工兵喔 我也可以用這個騎士喔 或駱駝工兵去壓制敵人 所以波蘭人來說 算是一個很好爬分的文明喔 那波蘭人呢 算是爬分來說是偏難的話 但是如果要打比賽的話 還是要去熟悉每個文明喔 所以頂尖選手們喔 還是會選擇隨機這個文明 去練習所有的文明喔 不會因為 欸 如果比賽中 學到哪個文明 需要用的時候 但是卻自己不會 由英雄聯盟的角度來看喔 就是角色池的問題 那斯基帝國喔 也會有這個文明齒的問題 所以即使是一個 不是那麼適合拿來的文明喔 還是要依照情況去做選擇 好 這邊看到波蘭人 這邊是選擇了打塔工喔 唉呀 這邊打塔工要看一下細節喔 那波蘭人打塔工的細節喔 最大的特色就是 他的村民會自動回血喔 而且挖石頭還可以產生黃金 所以走塔工路線 並不是太差的選項吧 好 這邊 HERA點下了支部技術 這邊塔工 過來 有一隻村民 想要扁 但是這邊有肉馬喔 哇 HERA這邊想要圍死黑跳城 結果遇到波蘭塔工 這邊還能正常的黑跳城上去嗎 先解掉喔 HERA的肉馬 趕快追 這個村民在卡位 追上 哇 封劍追黑暗時代的肉馬 移動速度是比較快的 所以 波蘭人這邊肉馬 為什麼追到HERA的肉馬 是這個原因喔 原來HERA還在黑暗時代啊 他這邊打的是25P 加2的直層打法的樣子 當然HERA這邊被擊殺了三隻村民 村民直接投破血流 但是最後還是成功拆除了這根箭塔 波蘭人這邊要不要繼續轉挖石頭呢 拉三個人去挖石頭 或四個人 那現在波蘭人這四個村民沒有施作 哇 前期就打這麼兇了 HERA這邊開局-3 這裡石頭趕快去挖 這邊拉五個人 急需石頭需求 波蘭人點下了一級農田 這裡趕快撒農田然後避免斷木頭 大家趕快補一個採礦行李 這裡先補個房子 怕卡人口 不是怕卡人口 是已經卡人口了 這邊肉馬想要衝進去 但是波蘭人 這邊防守非常快速 趕快把家裡圍起來 但由於他是黑跳城的配置關係 這裡也不能去轉馬就出來防守 這裡只能盡量防 然後趕快正面圍死 會比較好 避免被肉馬流進去又很麻煩 但現在波蘭人被鬧個一波的關係 這邊要上到城堡石 但要灑更多農田才行 這個有點像我想要打黑跳城的時候的畫面 想要打黑跳城就被對方打出一個洞來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就上不去了 然後肉馬果然溜進去了 沒有圍死啊 他就會溜得進去 哎呀 怎麼辦呢 但還好 有兩隻肉馬 已經殘血了 所以獅子上有戰力的是只有兩隻肉 那這兩隻肉馬要盡可能去吸引對手 用血多的去打 欸沒有空好 一拳扁死殘血的 Era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欸但是好像意識到了什麼 後面這次村民再抓一村 哇這一村拿下又很賺 總共 Hera前期已經損失了四隻村民了 好這一隻 這根劍塔蓋起來應該是相當安全 那 喔又解掉一村 五村 第六村有機會嗎 有機會 卡 再卡 哇拆一刀 尷尬 好 整個肉馬一直溜進來 好麻煩 Hera的黑套城 是否能秤心如意呢 好 但這個木區應該是騷擾不到了 還騷擾硬蓋嗎 這邊硬蓋的話也是可以的 因為這邊木頭會越挖越裡面 所以這邊補一根劍塔 還是可以做到點事情 好 當然Hera這邊再秤一下 就可以點下 城堡時代 欸這裡面有那個冰工廠 待會還要補一個冰工廠 這樣木頭夠嗎 食物夠了 但木頭呢 OK啦這邊趕快把自己圍死 終於想通了 趕快圍 趕快圍 這邊不圍死的話 這個肉馬會一直瘋狂進來騷擾 就會死更多村民 這個就是我在天梯上學到的教訓 沒想到Hera 他也會犯這種 算是失誤嗎 就是這個細節 意識真的要很好 才不會 出現這種事情 可能Hera也是想要訓練自己的反應速度 所以沒有 立刻第一時間 把正面圍死 跟Ryper一樣 Ryper也是 可以用這種訓練方式 讓自己的反應速度 要訓練得比較好 好 那風雲時代應該就大致上是這樣子了 那波蘭人也就這一波的攻勢 拿到大量的經濟優勢 當然波蘭人本身呢 自己為了安若瑪 反而導致自己的村民閒置 來到了49秒 所以村民的理線並沒有非常明顯 好這邊稍微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應該是由波蘭人拿下勝利 贏了大概快要三四百支援 好那波蘭人現在經濟落後 上城堡時代是先點下了一級 挖金跟弓箭手的一級射程 有在挖石頭 有可能是上城堡時代 要來插寶出駱駝兵 那出駱駝兵的情況 跟這個蒙古人一樣 是由這個木頭跟黃金消耗太大的問題 所以這邊就會比較好奇 HERA這邊是會怎麼去打這個駱駝兵的 好先把城堡蓋在左邊這個位置 好這個高地空下來 石頭安全 黃金也可以稍微守一下 好這邊波蘭人 也升到城堡時代 那這邊波蘭是打雙試煉場出駱駝兵 強打這個奴兵路線 那波蘭人這邊的分支打法 是雙試煉場馬上補大學 然後不開TC的流程 可能會更適合一點點 如果波蘭人在前期拿到優勢的時候 更應該要去補下早期補下大學 然後選擇不開TC會比較好 因為你要想辦法去延長自己的軍事優勢 通常對手這個時候 也會想要去暴經濟防守 上城堡時代 但是... 波蘭人這邊是走了開TC路線 這樣就不好說了 因為如果這邊開TC的話 自己彈道血很晚下 就會導致自己弓箭手的成效不佳 很容易被對方壓著啦 那Hera這邊也是 如果他這邊是要打駱駝兵的話 照理來說也是要趕快去補下這個... 單道血 但是... 駱駝兵這個單位是相當好木材的 所以這邊就很尷尬 他既然要維持數量 活活的這個駱駝兵的數量 但是要維持自己的... 木頭的產量 還要去開TC什麼 就會非常困擾 比一般的弓兵還要更難開TC 跟開大學 所以這個是對Hera來說 是一個極大的挑戰 那駱駝兵跟弓兵一樣 也是需要堆疊起來數量 才能作為主力的 哇! 少量的駱駝兵直接被奴兵給點掉 這就是奴兵這時候很強大的地方 造價便宜 哇!直接走進來 控住了Hera的墓圈 Hera這邊走得快 所以沒有村民死傷 這裡點下的弓兵台甲 稍微可以長下駱駝兵的傷害 但是沒有彈道血很尷尬 這個駱駝兵只要走A走A 再走A 就可以躲掉大量箭矢傷害 哇!這個就是彈道血很重要的地方 如果這時候有彈道血的話 這個工兵就可以延長他的 騷擾效果了 哇!結果只收掉兩隻駱駝兵 這個村民要回來伐木 要去欸! 你要去欸!這個包起來打 哇!再收掉一村 七村 再一村有機會嗎? 收村 這一定要收 好!最後收掉了 Hera這邊是村民差距 所以來到了快要十隻村民啦! 但波蘭這邊村民 這個TC閒置也是非常多喔 但是他是3TC的關係喔 所以一定會有這個閒置的部分喔 雙...雙大莊園喔 還是有點...會有點小小段落 畢竟還要點這個二級士啊 工兵鎧甲之類的 當然波蘭人這邊的細節 我覺得沒有打得非常好 因為他這個二級農田沒有先補喔 波蘭人通常會先打這個二級農田 而不是二級伐木 就會先讓自己的肉量 先堆疊起來 再去點這個二級伐木 畢竟立即採收肉量 這個二級伐木也會很好點 算是...很小的細節喔 當然啦 這個上城堡時代 二級伐木跟二級農 一定要選一個點 那對於波蘭人來說 二級農的話 是更需要的 好 那這邊二級農沒有點這個農田喔 也沒有取消這個自動撒農田嗎 欸有 這邊有取消 看來這邊有意思想要點二農 好 這個農田看來 還是要灑一下 好 波蘭這邊還是沒有彈道血 這邊射的箭矢還是很歪 我覺得這時候是可以補一下啦 好彈道血 喔喔已經補了 右邊 原3TC已經正常可以 不斷存的情況 就趕快去補彈道血吧 然後待會再補個二級農 二級的工兵鎧匠 四片農田快要吃亂了 多量只差一個 好吃完了 這個農田 那接下來 要補嗎 先補二級農 OK這邊米亥的細節也是有打好 當然就可以省一下 唉唷 來看一下 波蘭人這一波 要來插寶 這個比較重要 來看這個 這邊工兵 彈道血已經好了 但是HERA還是秀對手 有彈道血也不一定打得到喔 這就是世界冠軍最難產的地方 當你以為你有彈道血很穩的時候 但他比你更穩 OK HERA這邊想要打贏之後再往前 工兵沒有第一時間上去 但看起來工兵快要贏了 慢慢再立即在正面插寶 好直接原地起寶 但這邊上一人 過來蓋城堡 完蛋了完蛋了 這桌露駝冬撿不掉 對於米亥來說 會是很傷的一件事情 這個城堡蓋得很慢 露駝冬 一直瘋狂努力撿 能撿得掉嗎 要不要按幾隻騎士或落馬呢 但是米亥的支援已經見底 沒有辦法按到太多隻的兵力 好這邊工兵趕快搜 欸結果這兩隻村民要去哪裡呢 這個算是叛逃村民 但是Hera這邊不接受漢桃村民直接處決 搞定 Hera這邊是群巢城堡之後再往這個地方蓋堡 哇這個位置更好 畢竟這個位置還可以插到城鎮中心 控住了波蘭的主要金礦 所以這根堡CP值還是不錯的 彈刀雪 先點村民 喔 再躲 這邊一直掌握住對手射擊的時間 剛好躲掉這個彈道學的彈道 波蘭人這邊是打到頭破血了 君是殺戮 Hera是來到了 63 擊殺了63 波蘭子擊殺了24 當然也是因為波波人 這邊是比較貴重的單位 這個血量很多喔 跟弓兵完全不能比 75低血 已經點下品種了 波蘭人這邊是繼續挖石頭 但是黃金被控住 接下來波蘭人的目標就很明確了 趕快灑農田 趕快升到地龍四代 趕快產出巨型頭司機 是最好解他這根城堡的最好方法 好 波蘭人這邊是上面的箭塔被拆掉了 左邊的地方 Hera是慢慢擴張出來 既然我經濟很差 那我就來插寶 這個思路相當明確 不然覺得Hera跟我的打法有點像 那時候我在twitch直播的時候 也是用波蘭人打這招 只要意識到自己TC開出了 我就去挖石頭 然後插對方寶 然後繼續出駱駝弓兵 那如果是以正常的開農情況 就會轉這個騎士 轉騎士配駱駝 這一個打法 那駱駝弓兵跟弩兵對射的情況下 其實並沒有到很吃香 因為弩兵造價便宜 亮場速度快 但是Hera這邊使用自己的細節抖動 哇 抖掉了非常多的箭矢 這邊要不要點個草藥治療 波蘭 點了 這邊駱駝弓兵血量很殘 點個草藥治療CP值很高的 好 這裡有一拖弓兵跟投石車走過來 波蘭人 這邊能夠打出一點傷害嗎 但這裡的弓兵數量並不是很多 只有九隻 當然這一坨駱駝弓兵補好血量 就可以去找這一坨投石車跟弩兵 反擊回去了 那這邊就要看 波蘭人要不要把這坨弓兵去集結 但如果集結的話 就要把自己家門給鎖死 但這裡沒有要為死的意思 看起來是要繼續用弓兵手加 這一坨打個分推 結果Hera這邊走過來想要過一個集結 但是遇到了在野外的 波蘭的奴兵 這裡有點微妙了 這邊要怎麼防守呢 這邊走進來 第一時間擊殺掉一隻露童弓兵 這裡直接分兩對射 避免弓箭易傷 但是這邊Hera選擇直接後方的弓兵不控 想要直接控下來嗎 但是你要確定你要打的東西才可以為人家 你沒有打贏就要為人家 哎呀 這個村民完蛋了 這兩台投石車砸到 爆開 這邊蓋塔應該來不及蓋好 現在家裡完全沒有兵 這一坨弓兵要回舊嗎 這裡本來想要蓋寶 但是為了蓋這根箭塔 導致前線蓋寶沒有辦法成形 波蘭人這邊果然是點下帝王時代 但點下帝王時代的途中 自己的經濟也爆炸了 波蘭人這邊是拿到了31吋的村民擊殺 可能會再更多一些些 這邊弓兵趕快按4個射箭場 繼續出弓兵 這就是出弓兵的優勢 趕快踩到650石頭來蓋城堡 蓋這個位置嗎 不蓋前面一點嗎 他怕變倒頭寶嗎 這個寶蓋下去只有高地優勢 沒有空到任何的資源 就有點可惜 但優點是呢 是可以從這邊架起巨型投石機 開始攻城 進行TC跟城堡的打擊 好 HERA這邊是補下了帝王時代 手推側業部了 好 細節有打滿 把這個經濟先升級好 待會上帝王時代就可以專心打架了 就跟那個廚師備料一樣 經濟搞好 開墊前把這個料備好 待會上帝王時代就專心開墊了 開張了 就不用在那邊邊開墊還要邊備料 累死了 待會只要專注軍事科技 經濟科技就可以完全無事了 但是這邊二級農卻沒有點 這就有點尷尬了 記得手推車 但是卻忘記二級農田了 感覺HERA對農田科技 並不是那麽的在乎的感覺 是覺得她很常會忘記點這個農田科技 以前啊 現在應該是還好 那我們就來看HERA這場比賽結束 會不會記得點二級農田呢 HERA這邊是決定要來轉肉馬 來點下人物自還 OK 好 後防這坨公兵終於用駱駛公兵解掉 那目前生物的部分是從HERA拿到兩個生物 然的話是一個生物都還沒有拿到 威力還在用公兵繼續防守駱駱駱駙公兵 這個 沒有太大優勢的感覺 嗚~~這個砸到了 這就是世界冠軍的駱駝弓兵嗎 跟我的駱駝弓兵看起來不太一樣 有勾會躲箭矢的 四大閃避屬性的駱駝弓兵 太可怕 搞得波蘭倫的奴兵完全沒優勢一樣 波蘭倫這邊是點下了化學 這個數量優勢一直達不起來 波蘭倫應該也是覺得很納悶 奇怪了 我四個射箭場在慘 為什麼他的駱駝弓兵數量還是這麼多 他就一根城堡 兩根 算兩根好了 剛剛是兩根 但是他的數量還是這麼多 所以說Hera保存自己的弓兵數量 還是有一套的 這邊是繼續補下了巨型頭司機 兩棟 這邊拆除左邊這根城堡 還有上方的TC 這邊經濟造成傷害其實還蠻巨大的 好 波蘭這時候有點斷金了 要趕快來挖一下金礦 趕快把所有的村民跑這個地方 趕快來挖金 待會要趕快補一下強弩 現在弓兵沒有伸到強弩有點傷 好 弓兵走過來 Hera這邊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有狼 好 掉頭就走 有意識到這裡有工兵走過來 好 波蘭這邊有點暴露了 波蘭這邊不到40片田 但是肉量卻很倫破千 所以這個時期 波蘭人要趕快點下馬凱科技 趕快去轉這個馬舅 有暴露的情況 就要趕快馬上補下馬舅 然後再去補一些農田 補到50片田 50片田 然後再去轉這個肉馬 好 配上這個強弩 拇指環 會比較適合波蘭人現在的這個狀況 OK 這裡看一下 走A 走A 再走A 你看這個又沒有死了 這個要是我的話 駱駝鴻兵應該死兩隻了 他怎麼一隻駱駝鴻兵都不會死啊 哎呦 這裡強弩抓到了法木工 小站一下 但是 Hera的大洛馬來了 那波蘭人的洛馬呢 也是四季的我裡面了 洛馬造價最便宜的文明了 六十四肉 小夠短嗎 哇 好多洛馬 五十七片田 OK Hera這邊率先把農田的數量拉了下來 有得到五十片田的話 爆洛馬一定沒問題 這邊趕快蓋石牆 這個洞 趕快補 有了 OK 補起來了 好險好險 哇 好驚險 這個沒補起來的話 家裡就直接洞巴了 部隊集合 趕快起床 趕快造部隊了 這不趕快部隊集合的話 家裡就 軍營就要出事了 這裡沒有黃金耶 怎麼會這樣 哇這個主金還沒有挖幹啊 還有四千多塊 他附金挖幹了 欸這個無三櫃開門 漂亮 這不趕快 Hera沒有把這個木門給控住了 他感覺無所謂 看這個木門隨便打隨便爆 真的是隨便打隨便爆 但是還是要試一下這個箭矢傷害 好洛馬已經衝到了TC裡面 家裡直接洞巴 部隊趕快集合喔 還在馬舟裡面睡啊 起床二起床二 洛馬趕快出來救 不然這邊有夠尷尬 好 巨型投司機這邊也在安全工程 哇 Hera真是打一個最穩 明明你都已經到敵人家裡鬧了一波了 最愛是全部把大部隊聚集在這邊 防守巨型投司機 試我的話我就覺得 欸對方快要BBQ了 趕快陸頭工兵在附近繞一繞 可能繞一下看可不可以打個臭命之類的 結果他這次選擇 所有部隊集結在此此處 好破爛人這邊強奴升上去 大洛馬趕快要升級了 好趕快賣個200木頭 換到140塊的黃金 大洛馬這邊升級上去才會有優勢 好升級上去了 農田來到了59片田 好這樣的 農田漏量 基本上是十拿九穩 穩中之穩 好 62片田 三級攻也補下了 好這個烈克提克遺產 好這個烈克提克遺產 不知道米亥是否有沒有想法 好波波人這手重點下了 對駱駝弓兵8加4 12點傷害 非常難纏了 好這個東西一點完之後就得了 欸但波蘭這邊居然斷肉嘛 這邊不行啊 HERA這邊是200人口應戰 撿下了金罐 OK金罐撿下之後 駱駝弓兵會自動回血 但回的很慢 好看到 90滴 97滴 好 好波蘭這手重點下了 金罐技術 哇他這邊在純資源點金罐 好 烈克提克遺產點下 待會自己的駱駝 自己的波蘭翼騎兵 就有擴散傷害效果 打整群的部隊喔 效果是非常的好 但還有20秒喔 這裡應該要盡可能的避戰 不要輕而易舉的往前推進 回上側 好 這邊銀罐 金罐升級好 可以打了 這個擴散傷害效果非常的優秀 正面的大洛瑪血量掉的很快 但是後面的駱駝弓兵 解掉波蘭一騎兵速度也是很快 波蘭這邊有點 極限 有點打了55拍 並沒有拿到非常大的優勢 因為後面的駱駝弓兵數量很多 HERA大洛瑪的數量其實是比 不然這邊的肉馬 還有再更多一點 這邊要趕快繼續補肉馬 這裡突然意識到沒有補下徵兵技術 沒有徵兵技術的話 肉馬就噴得很慢 這裡強奴要再補一些嗎 感覺強奴數量一直不是很多 前面肉馬在吸取傷害囉 這兩坨 OK 倒火後拉 再重新集結一下 強奴的數量 巨型偷司機可能要被拆掉了 肉馬現在沒有辦法正常集結 被壓到出兵點 自己的產能就會受到阻礙 要在家裡重新聚集一波嗎 現在巨型偷司機趕快退 退到城堡裡面休息一下 家裡已經BBQ了 太多村民被擊殺了 突然人這一波 門戶大開 羅圖公兵直接扛住了正面 這邊用大肉馬上去敲 敲掉了幾隻羅圖公兵 但是前方大肉馬 好像扛不住喔 這裡還行嗎 右邊的強奴縮到主禁的地方 村民當作肉盾 後面強奴趕快射擊 射掉了非常多的肉馬 城堡能夠救起來嗎 這邊很多填機被控住了 波羅倫已經 來到了極限 填下了磚瓦技術 黃金沒有人在挖 強奴數量只有22隻 活博人這邊進攻不能怠慢 後面要趕快繼續補巨型偷司機嗎 看一下沒有補 沒有補喔 只有一個巨型偷司機 但是黑輪應該是認定了 我一台巨頭 就可以把你慢慢磨死 用這邊強大的軍隊 只有這邊軍隊不倒 那我就利於不敗之地 確實是這樣子 現在迷害這邊要集結部隊有點困難 這邊集結 敵了一個房子 在後方 先點洛途公兵 迷害這邊的攻擊範圍有點小 這邊強奴射的也是蠻開心的 這邊肉馬再次集結 30隻肉馬 對上33隻 但是第一時間肉馬還是沒有辦法很好的集結 看來不想要繼續進攻城堡了嗎 這邊強奴終於有機會可以點到 這一隻肉馬又在秀 哇靠 HERA這邊 看肉馬哪一隻被打的速度很快啊 看到之後就開始瘋狂抖動啊 剝掉了很多箭矢 後面HERA打肉馬 直接四處散開 到處騷擾大眾員 大眾員直接被騷擾到 完全不能正常採集啊 好 這邊再點 繼續點 喔 肉頭公兵有機會點掉嗎 如果有能夠點掉的話 米亥就有機會了 肉頭公兵的數量很少喔 剩下十幾隻 十四隻而已 但是這裡強奴沒有弱馬的保護 是不是有點太過得意了 當然了 大意了 沒有弱馬的保護 這裡公兵會顯得毫無招架之力 看波波人這邊黃金也是來到了極限 看米亥並沒有放棄 波波人 HERA還在進攻 這波進攻打得很期限 現在米亥也不能補村民 這裡補村民的話 肉類就不夠了 就不能繼續輸肉馬 好 但是這裡終於用肉馬 解掉了巨型投射機 但是這裡解掉之後 工兵單位還在後面 等工兵回到前線的時候 肉馬已經死光了 米亥這邊的肉 似乎已經不夠了 好 這裡有更多的大洛馬 過來過來繼續夾緊 夾好了嗎 夾不住 又立陀溜進來了 好 槍弩後面還有三十八隻的數量 槍弩數量反而變多了 好 這邊大洛馬 再次嘗試想要突圍 唉唷 這邊打駱駝弓兵很痛啊 大洛馬 第二顆提克遺產傷還是非常足夠 好 這座強奴已經擊殺到了四十五隻的數量 好 但是肉馬又有再次溜了進去 你看這邊只剩下九十九村 但是赫拉這邊農田已經爆到了九十三片田 無情馬爆 好 周圍來這邊來這邊騷擾一下牧區 把這個洞補起來 迷害 家裡的經濟狀況並不是非常好 這邊這個門口一直沒有堵起來 要堵起來也不太容易 這裡到處都是牧牆 好 那迷害這邊隨時都有可能 會打出GG喔 因為自己的經濟已經是風中殘處了 這邊擊殺掉一些駱駝弓兵還蠻賺的 但是這一坨大肉馬如果衝下三坡的話 強烏有機會跑嗎 沒了 趕快包 趕快包 哇 欸 最後還是撤退成功了嗎 好 三十八隻 三十六隻 數量還有三十隻 有三十隻的話就有希望 好 迷害這邊肉馬數量金噴不起來了 只剩下四十二片田 右邊的主金礦最後沒有挖完 迷害這邊的肉馬還在噴 來到了一百片田 一百零個片 繼續噴 把這個肉馬的產能拉到極限 這個經濟配置來到了最好 迷害受不了 終於打出了GG 恭喜迷害拿下比賽勝利 結果HERA出了一百四百一三隻的肉馬 和二百零八隻的大肉馬 那經濟是來到了九十九 哇靠 那大概是贏了一萬五的經濟資源 那KD來到1.13 迷害這波人金打的是相當極限 以照波蘭沒有被傷到經濟的情況下來說 跟博博人打大後期 其實是不會太輸博博人才對的 但是HERA這邊打得很漂亮 既然正面工程不進去 那我們就轉瓦 這個大中零打 因為他也很清楚 波蘭的命脈就是大中零 只要大中零一倒 那他就有機會了 畢竟自己的肉馬沒有擴散傷害的效果 但是波蘭卻有 那迷害這邊的重點 應該是要趕快把中間給堵死 趕快拉死槍才對 當然最後面波蘭已經沒有任何的經濟 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只能打出GG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他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